美国意图通过立法将这种胁迫霸凌的手段规则化 这恰恰说明美国政客天天挂在嘴边的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 完全是为了美国自身的霸权利益 这套霸权规则对世界和平与国际合作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对此美国显然毫不在乎 我们敦促美方应该立即纠正错误 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污蔑抹黑和物理打压 删除法案中的涉华消极内容 中国政府将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